在开始前先给大家普及下什么叫炸鱼 炸鱼指的是水平较高的玩家 在低水平玩家群体中来进行游戏的行为 王者这款游戏存在很多炸鱼玩家 不过炸鱼玩家也分成几种 并且每一种炸鱼玩家心里都有不同的想法 首先第一种就是纯炸鱼玩家 他们是想通过虐菜来满足自己的虚荣感 有时候还会在言语上有一些过激行为 并且会长期进行这种炸鱼行为 这对一些新手玩家是非常不公平的 第二种玩家属于目的性 通常指那些冲绑连胜的玩家 也就是峡谷里经常可以见到的调分团队 这些调分团队一般都会有着很高的游戏水平 调分也只是为了打满英雄的表现分 他们都有一个很明显的共同点 个人页面中会有一两个英雄胜利极低 但是招牌英雄有很高的胜率 甚至高达百分百 第三种炸鱼玩家属于被迫炸鱼 这一类玩家在每个人身边都可以找到 几乎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个玩游戏特别厉害 又特别热心的朋友 对于被迫炸鱼的人而言 他们更多是在帮助朋友 虽然一样存在炸鱼的行为 但初衷却是好的 由此可见 同样都是炸鱼 也分很多种 有一些大家可以接受 但是有一些十分恶劣 对于恶劣的行为 不论是作为玩家还是官方 都要表明抵制的决心